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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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无忌顿是傻眼了 这是怎么回事 他绝对不相信慕容湘羽会对炎爷有情感 这种利用的事情就和那个纪月一模一样 这炎爷也是一个悲剧 一直就处于被各种女人利用的中间 紫衣女子微微皱眉 随即探导 湘羽 这次你和千言一起进入破碎界 你必须要将这段陈诉了结 否则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要知道我太上到宗门同样也是要入情的 千言是人中龙凤 又是一剑宗的六星弟子 正是你合适的人选 湘羽师妹 秦师叔的话说得不错 我们这次联手去破碎界 我愿意和湘羽师妹共进腿 旁边那名青年站了出来 对慕容湘羽抱拳柔声说 莫无忌彻底的明误过来 他心里不由的更是为炎野悲哀 这种情景岂只是悲哀二字可以代替的 事实上 是慕容湘羽和这个叫千言的修士 要一道去破碎界 可以想象二人一道进入破碎界之后 肯定会有各种接触 一旦两人接触的多了 说不定很有可能会搅和到一起 也就是慕容湘羽入情 若是在这之前 慕容湘羽和他的婚事还没被推掉的话 那慕容湘羽心里头有歌的 一旦再和这个千言入情 那对慕容湘羽就极其不利了 正因为如此 慕容湘羽的师父才要在慕容湘羽进入破碎界之前 让他和慕容湘羽把婚事离了 自始至终 岩野都是个被利用被蹂躏的蝼蚁 没有任何人考虑过岩野的道心 也没有任何人考虑过岩野能不能承受得了 莫无济暗叹 幸好他不是岩野 若是他自己遇上了这种事情 他说不得马上就吐着紫衣老药谱一脸 然后想办法干掉这个千言 你人中龙凤是你的事情 想打我老婆的主意 你是朝思不成 尽管事不关己 但莫无济的心中也为岩野大大的不平 师父 我觉得可以让岩野一起去破碎界 只有多接触了 才会慢慢的把心里的疙瘩去掉 慕容湘羽并没有直接回答那青年的话 而是对他的师父公身毅力说道 莫无济心里鄙视 他也猜出了慕容湘羽的意思 那就是想让他一道去破碎界 只有和这个叫千言的青年一起相处 他才会被人比下去 只要他被人比下去了 慕容湘羽自然而然会选择那个千言 心中再无压力 这个女人简直和纪约一样 为了自己的利益 根本就不顾别人的死活 紫衣女子顿时愁眉 于气欢和的说 湘羽 破碎界不在涌易仙玉之内 里面危机重重 就算是去的 也都是各大仙玉的天才 去一趟也不容易 岩野去的话 也许是害了他 莫无忌很清楚 紫衣女子最后一句话 完全可以忽略 他绝不相信慕容湘羽的师父 会考虑他的死活 估计主要的原因是去一趟 并不容易 慕容湘羽沉默下来 他的目光落在了莫无忌身上 若是因为自己的道心 而让岩野晕落在破碎界 他能安下心来吗 从始至终 岩野也是帮了他 虽说岩野能在岩甲为所欲为 也是因为他的面子 但是起因还是因为他 师父说的也不错 忘情是先入情再忘情 他和岩野之间并没有情 更不要说入情了 他和岩野之间只有因果 岩野的事情从这里结束之后 这段因果也就了结了 一想到这里 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乔千岩 乔千岩是永英仙玉十大玄仙之一 相貌堂堂又是六星天才 比起岩野来 的确不知强了多少倍 慕容相遇心里又叹息了一阵 其实莫无忌猜测的也不是全对 他之所以叫上岩野 是因为他并不大想换一个人入情 既然选择了岩野 就还是用岩野入情 然后再忘情 可是岩野的样子 的确是让他难以入情 岩野 你的意思如何 原本询问这句话 慕容相遇的师父 或是慕容相遇是最合适的 莫无忌也没想到 询问他这话的 居然是这叫千岩的青年男子 虽然他的心里 一万个不爽着千岩 也知道他最好的回答是 我不想去破碎界 和慕容相遇之间的事情 就这样算了最好 这种回答极大欢喜 除了让慕容相遇稍微失望一些 但却可以满足叫千岩的青年 和慕容相遇的师父 更重要的是 这个回答也满足莫无忌自己 他可以脱身离去 莫无忌也知道 为什么这个千岩要问出这句话了 那是变相的威胁他 如果他回答不妥 就等于得罪了眼前这个家伙 再不爽 莫无忌也要尽快从这里脱身 可就在此时 一道红色的传输飞舰飞了进来 落在了另外那名中年男子手中 中年男子接过飞舰一看 立刻一脸震惊 紫衣女子疑惑的发问 徒道友有什么事情吗 中年男子将飞舰递给紫衣女子说 当年导致无声道宗灭门的鸿蒙生锡 在永鹰角的无声河里出现了 因为拿走鸿蒙生锡的人去向不明 风云天帝要求封锁和永鹰角无声河 有关联的无声秘境 同时任何来历不明的人 也不允许暂时离开 居然是鸿蒙生锡 紫衣女子吸了口气 惊叹一声说 好一会儿他才再次探到 看样子天帝也知道 找到鸿蒙气息的机会很渺茫了 来这里不过是略经人事而已 中年男子点点头 他明白紫衣女子的话 若是天帝认为 这东西可能在无声道宗当年的废墟重化 他就不是来传命令 而是自己过来了 莫无忌听了 却是心头一惊 他知道那葫芦中的气息非常了不起 但却没想到会是鸿蒙气息 这一旦让人得知 他得了这东西 那是给他一万条小命也不够看的 别说那什么天帝 就是眼前这二位 恐怕也会把他碎尸完断 甚至连骨头渣子都会检查上个一万遍 爷爷 刚才谦言问你的话 你还没有回答 紫衣女子知道鸿蒙气息对他来说太过遥远 于是再次看向了莫无忌说 他也是要莫无忌给一个肯定的答复 让他的宝贝徒弟道心彻底的无垢 和之前的事情做上一个了断 若是在知道天地查葫芦之前 莫无忌会毫不犹豫的说不去破碎界 自己单独离开 可现在莫无忌知道了 他单独离开一定会有些危险 主要危险是在勾兴浩身上 勾兴浩可是见过他的半月清几 只要在永鹰角传出他莫无忌用的是半月清几 他就会有极大的危险 也许当初进入无声河底的修士很多 永鹰先遇的天地不一定能查到他莫无忌进入了无声河底 但这种侥幸的事情莫无忌直接不去考虑 他是做科研出身的 任何细小的误差都可能造成极大的差错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莫无忌绝对不干这种侥幸的事情 回前辈 对我来说 湘宇师妹的道心才是最重要的 刚才湘宇师妹说 心里对我还没有彻底了结成员 甚至还有一丝疙瘩 我也一样感受到了 哪怕让我马上粉身碎果 我也不能让湘宇师妹有这一丝疙瘩存在 我活着就是为了湘宇师妹 所以明知必死 我也要和湘宇师妹一道前往破碎界 直到湘宇师妹的那一丝疙瘩 彻底消失为止 莫无忌说的感慨激昂 言语里充满了一往无回的悲情 慕容湘宇精益地看着莫无忌 难道他还从未了解透彻这个和他顶心的炎野 刚才那话根本就不是炎野能够说出来的 他眼中的炎野 懦弱却喜爱幻想 同时也是一个自私自利 根本不顾他人的人 紫衣女子暗自叹息 莫无忌这话哪里是帮忙啊 这简直就是在添乱 湘宇的性情他也了解一些 只要湘宇这次可以斩掉之前的陈元和乔千言入情 再从入情中走出来 他将是台上道宗的下一个先帝强者 不过 不过如果炎野真的是这种想法 那也好 炎野和乔千言一道进入破碎界 让湘宇有了比较和选择 这样的话 湘宇一旦入情将再无破绽 而且之前的事情 对他也不会再有半点遗憾 一个前往破碎界的名额 他还是可以办到的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